Zither Harp 看看夏宇 中国人也认为传统 我们要早婚的 但你很后期才结婚 差不多到40岁 是呀 我是这样的 我其實是因為生長的環境不同的原因 我隻身跑來香港 我是沒有任何 support 我的人 全部是自己 support 全部是自己 我沒有錢 我就沒有租交 沒有錢 我就沒有飯吃 我講過一個 很多次在訪問都講過那個故事 可能有另一部分 我當時是在做亞視的第一男主角 但是我們每個禮拜出糧 如果那個PA是忘記了入單 我那個禮拜就沒有錢 我就沒有飯吃 我就會站在電視 那是麗的 麗的 陸國大廈門口的電視 播出我做男主角的電視 然後我還沒開飯 我心就說 如果明天警察發現 有一個男子在電視機旁邊 原來那個就是正在做電視的男主角 是不是因為 這樣的原因 你是不敢結識 女朋友的 絕對是 我覺得 唯一 可以影響到我最厲害的就是愛情 當一個人 一去 談戀愛或者什麼 做分心 我想就會分心 可能會令到 很多東西不理智 所以我發覺有些 人多喜歡我 我就走人 或者發覺我多喜歡那個人 我就快點避開 難怪你入行以來 到你結婚都不見下雨 有任何非文報道過 我覺得 花彈也沒有吸引過你這麼漂亮的 當然有 但是 舉例來聽一下 他們以前覺得漂亮跟你合作 很多很多 我覺得每個花彈都漂亮的 哪幾個十幾歲的花彈不漂亮 你舉個例子 說不漂亮的 明健鋒流行以後很漂亮的 但是 你告訴自己 你不可以這樣 這樣的時候可能影響到 因為我是沒有了事業 我沒有飯吃的 任何人都不能去破壞我的事業 去到88年你又認識 馬惠尼 EYT 你又覺得 沒有為你事業了 穩定收入了 穩定了 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小朋友的人 我覺得我再不結婚 太遲了 現在也很遲 因為你跟他相差 四十幾歲 大仔二十七 你說跟大仔 就很遲了 我又來跟我老婆相戴 你跟你老婆只有十九歲而已 這個人生就是這樣 很多愛情 很多故事 大家都在碰 我在這個moment 我想結婚 我就要認識女生 我就找到一個對的結婚 我在這個moment 我不想結婚 你多對我都避開 但是你結婚也不告訴別人 那有什麼好話呢 我覺得我又不是一個 紅頭半位 不是周潤范 不是劉德話 是不是要全圈都知道了 那我就低低調調 我一直都是低調的 就是有了 大仔就結婚了